想到一个非常重要的 linear fractional transformation 基本上 linear transformation 它写的是这个写字 其中呢 要求呢 a b c 不能等于a 这个我们称之为linear transformation 但是我们要求的 不只是linear transformation 我们要求的是conformal transformation conformal mapping 所以这个时候它的微分绝对不能等于0 你把它微分完之后呢 那你发现分子就是什么 所以它不能等于0 所以这个一定要不能等于0 否则就没什么意义了 ok 好 那有了这个时候呢 我们昨天啊 就在做一个transform 但是没有做完 对不对 今天我们快速把它做完 快速把它做完 我们就讲这个 昨天的这个证明 假如说我们现在transform 是1分之1 ok 1分之1 那1分之1的时候呢 我们在z团圆上面呢 z团圆上面 z就是用x加上iy来表示 在public团圆上面呢 我们的double就是1分之1 当然 你就把它带进来嘛 它是不是就变成x再加上iy分之1 对不对 你把油理化之后 它可以变成x平方一加上y平方分之x 再加上i乘上-y除以x平方再加上y平方 但我们不晓得 在z团圆上面 你表示是用x跟y来当作两个坐标准 在double的平面上面 你是用u跟v来当作它的坐标准 对不对 所以这样子呢 一来呢 你就得到u跟xy的转换方式 ok 它就告诉我们 u呢 x平方加y平方分之x v呢 就等于x平方加上y平方分之-y 就是这个样子了 ok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个转换 ok 今天我们把其他的全都删掉 只看一个转换 假设我们这边有个区域 它是横坐标呢 二分之一画过来 -的二分之一 -一呢 也画过来 x呢 正的二分之一 跟正一 也这样画下来 所以我们感兴趣的呢 就是 它围住的这个方块 所以我们感兴趣的呢 它围住的这个方块 记住我今天取起同名许里面要很熟哦 到时候考试要请你们transform的时候 你就要知道怎么样回应过来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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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接下 好 那你 明天要一起来报告的 要报告的 记录了 那你们要可记录一下 是 是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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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好 好 因为明天啊 我们这个计划的各个风向的 大概多少到 这也是其中间 你看到可以看到 明天呢 会有 会有公民院的副主任 还有他们一个所的所长 西美的副董 副总经理 ok 三个人会来审查我们的入法 所以我们就要预备好了 好 证查过 钱就继续过 证查不过 就咔嚓一到就砍掉了 ok 我们当然希望证查 所以呢 我们希望你这样的东西呢 只能够突破过去二十年 二十五年来一直做不出来 我们还没有突破 我们还在边界 ok 但是起码我们低度达成 我们还要做占 所以 蠻运士的 做工业界计划的运士 压力很大 我喜欢压力 ok 好 我们再看看 假设是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来看看它是什么转化 for a line 对于这条线 哪一条线呢 y 你负的 先从x 好吧 x等于二分之一开始 这条线 ok 那这条线呢 我们怎么转化呢 你要是摆在这个一 你看x等于二分之一 是不是它能二分之一 对不对 然后呢 v呢 v呢 u跟v都可以算 v呢 x等于四分之一 再加上y的平方 那是x二分之一 v呢 v呢 会等于 -y x等于四分之一 再加上y的平方 它会等于这个样子 ok 你经过几个转化之后呢 把它带一下 你发觉啊 你可以写的 u-e的平方 再加上 v的平方等于1 你可以写一下 那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代表呢 你转化过去之后呢 我把它画这一点好不好 所以 所以呢 xy是指 z-plane uv是指 w-plane 那它是以原型为1 原型为1 原型为1 这样子 原型为1 半径为1的一个圆 对不对 那我们感兴趣的是指 这一条线跟这条线的中间 所以你还要来计算这一条线 你这样计算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得到另外一个区域 它告诉你 u-2 的平方 再加上v 1 的平方 那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有个圆 原型-2 1 半径是2 有个点呢 原型-2 半径是2 半径 OK 比如说这样子 但是我们不是在这条线 跟这条线的中间吗 我们黄色是在左边这条线 跟右边这条线的中间 那相当于这条线跟这条线的 这个部分 OK 当然你要是不知道 就随便给拿一点 然后试试看 是不是在这里 好不好 然后还有两条横的线 这边 两条横的线 对不对 好 还有 4 5 y等于-2 OK 还有 y等于多少 -1 它会变成什么东西呢 y等于-2 会变成 这边是-1 这个我用-1 这个我用-1 是这个比较大的圈圈 是这个比较大的圈圈 那你要看区域就是在这两个中间 相当于这个蓝色区域的一点 也就会变成这四个圈圈集合的地方 就是你感兴趣的地方 是哪一个 它就没这样转换过来 ok 所以呢 从这边这个转换呢 基本上 你可以看到 这1分之1的转换 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 直线 转过去变成什么 圈圈 要是相反这边是圈圈 转过去 就变成直线 ok 所以这个是 它很 很妙的一个地方 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当 0次1分之1的这个 我们一学的时候 它可以在 你自己图验上面 转换到 他不是图验的时候呢 会有这几个特色 在你自己图验上面 是一个 直线的时候呢 转换过去 会变成一个圈圈圈圈 在这个是圈圈圈的时候 转换过去 会变成一个圈圈圈 OK 这是 说我们针对 Z分之1 而事实上呢 假设你指的 不是Z分之1 而是更完整的 原来的 total的这个 transformation total的这个 当然这个要忘了 那么 这个时候 它的转换 就会怎么样 你看 两种肯定 OK 就 大家看上面的数字 所以呢 所以 Purion 1 这个没有什么 你做个看你就知道 OK Lineal Directional Transformation OK 它会怎么样呢 它会这样子 他可以依照直線轉換成一個圈圈 比如說剛剛的這個形式 對不對 或者我應該是這樣子 你可以是直線或者圈圈 這個也是直線或者圈圈 剛剛是這個可以轉換成他 這個可以轉換成他 這個是對自己的思維 但是其他只要不是自己的這個形式 或者什麼 你有個機會 是可以這樣子轉換 是不一樣的 OK 我們剛剛有發一張單字給大家 你要是仔細看一下 他只能各種的transformation 就在這個地方 比如說 以下面的這個 同一點同14的這個 你看看有沒有一個屏幕 在Z部分上面 它是不同形的 那你改進去的空間 是在中間的這塊斜線的地方 那你怎麼解 當然無法解啦 我們就把它轉過去 轉到另外一個 WN上面 它變成同心圓 欸這個這樣子好解 服務的技巧通通都用上來了 之後再把它轉換回來就好 那你哪個以虧選呢 用圖14箱寫在這裡 對 同樣的 假如說 有個東西是這樣 有個東西在裡面 挖了兩個洞 OK 心裡求外面的電魂 那當然就比較 或者是外面的什麼東西 比較麻煩 同樣可以透過下面 這個全是左邊去的 又把它轉成兩個東西 變成 它又好解了 OK 或者是讓各位看看 這個 這個指的是什麼 你有一個呢 片狀的東西 這麼有的缺口 這個缺口 剛剛換你一起 那請問一下 在這裡面的曲線 物理的特性質 這個太難做了 所以經過transformation 把它轉換到另外一個地方 變成一個平板 一個單純的平板 OK 所以你可以看看 它給你這幾個例子 好處就在這裡面 OK 那直接翻過來 各式各樣的 完全按照你所需要的 你們要選擇 最後呢 就是這個好處 OK 所以這個呢 就是給大家一次 好 現在呢 我要來跟大家介紹一個 新的名詞 這個叫做 Extended Contact Extended 就是什麼 擴大 OK 擴大的 Complex Plant 度數的平面 代表什麼意思呢 代表你有一般的 度數的平面 再加上什麼 無效不遠的這個 OK 這個叫Extended Complex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就以我們的 Lineal Cription 從Mation來講 它的AZ加上D 除以CAZ加上D 就是這樣 OK 我們仔細看看 這個是分母 對不對 這個是分母 假如說 CZ加上D 不等於A 對不對 那麼這個時候 你很容易找到一個Z 這個是告訴我們 每一個Z 都可以對得到一個道理 這個沒有可能 但是呢 當這個等於A 這個 這個代表什麼意思 而且呢 這裡面C 不要讓它等於A OK 這個等於A 因為假設C等於A 就代表D要等於A 對不對 那就比較麻煩 我們讓下面這個相加的能力 跟V的一樣 但是C不等於A 你就剛好加完之後 才會的能力 這個時候告訴我們W 跑去哪邊呢 W 平面跑去哪邊 無窮遠處 對不對 但是這個無窮遠處 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Z 到底是C OK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就代表 W等於無窮遠處 這個呢 是 the image Z Z 等於Z 等於Z 這個點的影像 OK 所以在Z的空間裡面 它只是一個點 但是對應到了 卻是W的空間 能夠出遠 OK 它的意思就是 同樣的 同樣的 假設這樣子 我能不能反過來 寫 Z Z D W 除以 負的 C W 再加上 D 那麼這個時候 我們就可以用 同樣的方法來看 假設呢 負的 C W 加上 A 也等於A 那這點 代表是Z是無窮 但是在這同時 W就被限定住了 W就等於什麼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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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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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寫了 最终的 在温馍 而这个终的 是一個很困難的 當 在一種一種 一種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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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方正確保維旋 為什麼那麼重要 除了之前說的 是分層水分轟 除了很簡單的 線變成圈 圈邊成線 或者是怎麼樣的客心之外 一個很重要的是 它的對應點 Z-Client 跟W-Client上面的對點 絕對是一對一的對應 絕對是一對一的對的 它不會有一點對一到兩點 它不會會這樣子 那這樣子你在解鋒問題的時候 你才不會說有空間裡面 可能有點緊 所以這邊就讓我們看到它的重要性是在這裡 好 那再介紹另外一個名詞 我們稱之為 Jigsport 這是什麼意思 Jigsport 或者Mapping 假設有一個Mapping 裡面有一個點叫做Jigsport 那這個Mapping是透過這個方式的Mapping 這個Mapping 研究說它的對應幾乎不變 比如說我本來在這邊的2分之1到2分之1 有面平過去也是2分之1到2分之1 雖然說一個是在Zplane 一個是在Wplane 但是他們的做出料看起來都一樣 假設是這一種的點 稱之為Jigsport 因為它不變 所以是被Jigsport OK 它的意思就是這樣 比如說 假設有一個方式是這樣子 你告訴我這個Mapping 它根本就沒有Mapping 它根本就沒有Mapping 你就是等於你自己 打的空間就等於Z空間 完全一樣 但是跟每一個點 都Mapping到自己 對不對 這個就是稱之為 Identity Mapping 那麼這個時候怎麼樣 代表一件事 4Points 好 好 這個 Fix Points 所有的點 都是FixPoints 好 再舉另外一個例子 假設我自己 Compress Calculate 可以呢 這個時候 你本來是X加上Iy的 Mapping到一個X減掉Iy 對不對 那只有Y正化的相反 X能 不變 有沒有什麼地方只有X沒有Y的 那是不是時數種 所以 所有的時數種 都不變 OK 所以 All points All X X R 跟X OK 好 再來 剛剛講的Z分之1的這個 就是這邊 它告訴我們一切事情很好玩 你要是真正的下去做的時候 你可以發覺 它有怎麼樣 2 它有兩個 FixPoints 然後兩個呢 正負一 正一的倒數 還是一 對 對 一的倒數 還是不一樣 對不對 都沒有什麼差別 所以 這兩個點 本身都沒有 在座標的位置上都沒有明白 OK 所以這兩個點都會變成了 那麼 假設我們是講到 Nineal Flexional的 Transformation的時候 會怎麼樣呢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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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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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 1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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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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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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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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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所以fix point有個理由告訴我們,這邊我口頭講了,我就不寫了,我就死定了 假設你不是identity,你才定的,不是這種,那麼你呢,linear fractional呢? 最多最多,很有力量的fix point,這個就這樣,這個 假設有超過兩個,那就是所有的時數種 不,不是這種,那就是所有的,都是fix point OK,那你說這個怎麼辦,這個只有在時數種是fix point 沒有錯,因為這個又不是linear fractional transformation,只有這個才是,這個才是 對不對,你不要忘掉,z bar本身是破解析的,對不對,它是很特別的 好,那我們現在呢,標誠,我們今天最重要的要講,好,你學了這個,這麼多轉換 你怎麼知道你要怎麼轉換呢?你能不能把它轉換嗎?你想要去的地方 假設你轉換不過去,你知道拿一對fix point來動四四,吸四四,對不對 4到最後面轉得出來,這個屏幕有寫,那不是4到最後面轉不出來,那不是白4的話,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怎麼辦?我們講了一招了,把它用很好用 就是我自己的用途 這個呢 我稱出來 Special 的一定嗎 要選嗎 就是這個 AZ 加上B 除以CZ 加上B 其中呢 A B 減掉 D C 前面不配的名字 這個是 這個是 我們一定要選擇方式 其中的A B C D 我們只有這個條件 把A B C D 能夠決定 就相當於可以決定出 Transformation 或者是這個方式的形式 對不對 A B C A B C 和D B Constants 都會不同 OK 這樣子 那是否我們可以找到 一種方式來闖判 但事實上從這邊來 因為有這個 Constraint 在這邊 因為有那個 Constraint 那個 Constraint 做什麼事情 這個 Constraint 告訴你 A B C B R 不是三 不是四個獨立的變數 不是 只有三個 因為它透過這個 Equation 你可以減少到三個 對不對 又因為 A B 減到 B C R 不能不能有 所以 There is 留好 All Tar elimin three Independent Function 此次講 所以只要我們用三個點 就能把這就是長出來 假設這個方法適用的話 那就 它是怎麼講的? 這是令人的意義 课本也没有证明,因为他觉得太复杂了 我直接看看他的概念 假设你能够在一个Domain的 你可以在Z domain上面 那么你就可以找到一个 你可以找到W1,W2,W3 那你就可以找得到有三个人对应的点 如何? 2 或者是5 大家透过什么样的Equation? W剪掉W1 所以W2-W3 乘上W2-W3 所以W2-W1 假设你把W是什么? 就是这个函数 剪掉W1 最后 second 整个函数 在W3放入分子 W2-W1 更加分分 这里有个沉起来 这边当然是指的是什么? W1EN 對不對 運作 它會等於在Z 它在上面的運作 你會發現它運作的方式一模一樣 W0 直接對應到Z W1 對應到Z1 W3 對應到Z3 W2 對應到Z2 你還不懂得如何 OK OK 當然它有帶不舒服 這個帶不舒服 你站直行不行 好 我們來看看 假設是這樣子 你要怎麼做 物理轉眼很簡單的問題 假設我這樣轉換過去 我怎麼知道它就是 這麼漂亮的Z1 對不對 或者是剛剛你們手上 拿到我給你們的這個單子 你怎麼知道它怎麼轉換過去 你知道嗎 假設我們用它 我們就要用它 來 對 辦法 就是用它上面 這個對應 我們怎麼 來做 這樣子吧 我的運動標 好 不管它 我們的策略怎麼做 第一件事情 在Modal 在Z1上面有一個空間 你可以解析的空間 是會有一個B空間 對不對 第一就是你可以解析的空間 在這個範圍的邊界上 假設我畫了這個 它只有外部 假設我畫的是一個 動物感 那就是裡面 對不對 在邊界上跑3米 3 3 包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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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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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4 2 1 2 3 2 3 3 2 8 1 2 2 3 2 W1W2W3 On the boundary On the image E side On in the public moment 這三個點 因為你在Z位上面是屬於邊界 所以轉換過去之後 會變成在W平面上面 一顆解析範圍的邊界 你希望邊界對到邊界 假設你今天希望不是對邊界對應到邊界 你就不能利用這招 這邊講的只有邊界對應到邊界 所以這一點告訴我們 在Z位上面一顆解析範圍是D 在W平面上面一顆解析範圍就是D STOP OK 那麼這個時候呢 你這樣選定的時候呢 就開始運用 哇 我們這邊就是公式 這個公式呢 這個公式呢 第三個 OK 那邊可以 就從第二個公式啊 把保證紙這邊寫進去 才不會跟那個公式有種分別 對不對 那你從這邊就會得出 到底我會等你什麼樣的Z啊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呢 你要注意幾件事情 Make sure 那 E is man E to E is D Not Unt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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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述一點 簡化一點的講法就是說 假設你現在感興趣的是這個抖面的裡面 Mapping過去之後呢 你最好確認 你還是在這個抖面的裡面 DSTOP的抖面裡面 你知道嗎 Mapping過去之後跑到外面 除非外面是你要的 要不然你就盡量維持在裡面 那假設你Mapping完了 比如說這個 Mapping完之後 假設不是這個裡面 反而是他的所有的外面 不包含他的 假設是這個樣子 那就代表你要了 沒有達成 對不對 那這時候怎麼辦 很簡單 這個時候呢 In the letter 就是 在最後的 後面的這個 例子呢 Interchange 2 W1 你本來是想說 Z1就對應到W1 Z2就對應到W2 Z3就對應到W3 那假設做出來呢 結果你感興趣的是 抖面裡面呢 卻被你轉換成 到新的抖面的外面去 那當然不是你感興趣的 那這個時候呢 你可能就把 就把它顛倒 Z1本來是 對應到W1 你現在就選擇 Z1對應到W1 你現在就選擇 然後Z2就對應到W1 這個問題 就可以當好相反過來 OK 你就可以利用相反過來 好 我們來看 例子 這幾個例子講完 我們今天就選擇 好不好 最重要的大概 就這樣吧 剩下的都是各樣的例子 你們就自己看客人 就是這樣 OK 除了 好的 唐辛子 就行 它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假设我们一个半平面 一半的平面 假设这个半平面是这个样子 很明显它的foundary在哪边 就是X轴 对不对 因为这里延伸到无用力 我们希望把它 可以听话 变成 不一样的地方 好 我们这样子讲 我们希望能听到两个字 在Z 还要知道 Z1 等于 处1 Z2 等于 B3 等于 正1 我们希望把这三个点 0 正1 负1 正1的叫做Q1 对 Q2 是0 Q3 Q3 是0 好 抱歉 我是Q1 Z1 不小心 然后再变成Q1 可见我也需要休息了 好 我把它转换到哪边去呢 W 转换到负1 转换到负1 这是W1 转换到负i 这是W2 转换到这里 这是W3 我们希望的这三个点 转换到这一边 这三个点 好 那我们现在 什么一推群可以打成这件事 可以打成这件事 好 那我们现在 什么样的一推群可以打成这件事 所有的一推群可以打成这件事 好 对 根據這個strategia 1跟2都已經選好了 現在呢 就開始要用第三個步驟了 OK 從 equation 2 到 equation 2 它告訴我們 W 減掉 減掉什麼 W1 除1 W減掉什麼 W3 整1 乘上 W2 副 I 減掉 W3 整1 除以 W2 減掉 W1 這個要等於 Z 也有同樣的做法 Z 減掉 Z1 Z1是不一樣的 除以 Z 減掉 Z3 整1 乘上 Z2 0 減掉 Z3 1 除以 Z2 0 減掉 Z1 2 2 3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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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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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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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x 又是变得无中原,或者是负的无中原 这个还没有分离化,你要把它分离化 先把它分离化,先等一下,假设我没有点 z 的x,它在这个轴上任意的地方 那么,w 也会变成什么呢? 就代表z 没有iy 的这一项,没有y 所以,这边就变成x -i x 加1,对不对? 把它有理化一下,你很快的就可以得到 x 平方再加上1分之x,再加上5 x 平方减掉1,除以x 平方加上1 你会得到什么样子? ok,你就会得到什么样子 假如说了,你来看看它的大小 会等于什么东西? 发觉,一定要是下学期长 它大小就整个1,这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个圆嘛,对不对? 就是一个圆啊,所以让它很快啊 然后,我们再去研究一下,到底有什么样的特性 然后,我们来看看它有什么样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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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把这个你可选抄在这边好不好 抄在这边 这个就先不要了 我把这个特性的把它抄在这边 W-W1出於w-W3 接上W2-W3出於w-w1 θ-z1出於z-z3 接上Z2-z3出於z5-z1 這是第二個 好 我們來看看一下 我们的对应到底是什么一个对应法呢 我要在这边每个点下去检测一下 现在上半部我们只知道 H的Making过去变成一条圈圈 那上半部是在圈圈里面还是外面 我们这边只告诉你说 这条线X轴的线 会Making到这个圈圈 那我们感兴趣是这条线的上半部 请问一下这上半部是在这圈圈的里面还是外面的里面 对不对 我们很想要做到这件事情 那我们就来判断一下 Hat Z等于I Z等于I Z等于I是不是在这上面的这一条 它变平过去会变成哪一点 它等于I I带进来 I在这边 2的I 那这个I带进来 I的平方变成-1 I 1 1 1 3 1 2 1 5 1 2 1 讓我們操作 看看吧 我弄一個加的 對 再試看看 好 所以 IE 帶進來 這邊等於一個 2I 除以一個0 對不對 再加上 I 那這 I 帶進來呢 右邊的負一 右邊的負二 你看 IE 帶進來 是不是像在 2I 除以一個0 對不對 再加上 I 乘上 I 帶進來 負一 減二來是不是變成負二來 除以 相對的事情 說這兩個形式完全一樣 正負號先卡得到一個 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他得到一個什麼樣的點 到底是什麼 也就這一點 晃不晃呢 跑到這個點 是不是在它範圍裡面 沒錯 對不對 好 好 所以這個時候就對了 就代表上面呢 還可以平到這個裡面來 假設你要的是這樣子 這樣就好 假設你要的是希望上面 可以平到這個圈圈的外面 那代表不行了 你必須要把其中兩個對掉 你試試看 你對掉完之後呢 你可以就可以平到這個圈圈的外面 OK 好 這個呢 請翻一下 好 那麼 Z要是等於零的這一點呢 嗯 已經知道 Z要是等於物重大 幫助組織 Z要是等於物重大 欸 這邊 有沒有 零已經對到負愛了 反正先把在那邊吵一下 離 對到負愛 對不對 這是當初你的設定 一 然後我的物重遠呢 會對應到負愛 欸 是這樣子嗎 對 OK 它會對應到負愛 就是你的設定 OK 所以這樣子呢 就完成了 你要的任務 所以重點是 你到底要怎麼樣 你必須要先決定 OK 決定完了 其他你就可以用這個方式 把它找到 好 我來看看一下 假設我們現在決定 有一點不一樣 來把它決定一下 我們現在大家要告訴我 它會變成什麼 通常 你 一 無重大 比如Z等於零的這一點 Z1 一的這一點 Z2 都無重大 無重大的就是 這一邊都是無重大 整個都是無重大 對不對 我沒平到 這在這點上去 我就做這個遊戲 那它會發生什麼事 我們就把它用在 第二個式子裡面 W-1 所以這邊寫法完全一樣 左邊 Z-Z1 Z1 Z1 Z-Z3 Z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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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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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3 Z3 Z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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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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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2 Z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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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2 Z1 Z2 Z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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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形狀裡面一些唯一的方式是不太一樣的 OK 那你就可以做到行好 好 現在呢 假設我們先反過來 我們把這個圓圈圈被頂到一個的 上半部好不好 看看它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完全差點 假設我們現在把一個圓圈圈 其實我一看到XY一直的 就是在這個圈圈上面 我要做到 這整個上半部 然後這個圈圈呢 在這邊 裡面 OK 我希望達成這樣 比如說一個圈圈可以抽到什麼 第一件事 我去找三個點 對不對 三個點 我們要找到三個點呢 比如說負一 這個是負一 OK 自己玩 I 這叫Z2 E 這是Z3 OK 也就是說Z1同一 Z2等於I Z3等於1 我希望負一等 我希望負一等 那三個點呢 W1等於I W2等於I W3等於I 我們負一等於I 我超過三個點 我希望負一等於V3 可負一等於V3 我希望負一等於V3 W3是永遠 除以W2I 減掉到Z1 Z-Z1 Z1是1 Z-Z3 乘到Z2 I-Z3 乘1 Z2I-Z1 等於Z1 這個時候你就電氣生出來 W3會變成1 Z加上1 Z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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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1